除了柴米油盐之外 如今连保险的保单费用也酝酿在年尾涨价 有的涨幅甚至超过百分之百 揭露此事的行动党马六甲市区国会员邱培栋 促请政府关注 据他了解任何保险公司调涨保费之前 都必须获得国家银行的批准 他要求国行、财政部以及卫生部进入调查 包括厘清保费大涨的缘由 行动党马六甲市区国会员邱培栋 连同哥达拉沙马纳州议员刘志良 今天率领事主召开记者会 邱培栋指出 有四名保险客户向他投诉 自己购买的各类医药保单 最近频频收到保险公司通知 保费将在两个月后 也就是9月到11月之间 分别调涨70%到125%不等 而且年龄越大 涨幅越高 其中一名65岁的退休男保客 他所购买的医药卡 原本每年必须缴付大约1790令吉 今年9月开始 保费调涨到每年超过4000令吉 涨幅超过百分之百 今天前来的这名市主 就揭露自己在2018年 所购买的人寿医药保单 保费已经从原本的350令吉 在今年4月份调涨到500令吉 如今每个月需要缴付651令吉 涨幅超过八成 让他吃不消 如果是讲我没有top的话 他就会从60岁直接跌 有可能跌到所谓58 59岁 所以他的那个保障就会慢慢跌 这样我就问了 这样350的话 我必须要top多少钱 我就问他top多少钱 他讲以一般我42岁的年龄的话 对不对 要top的这个保额 就算金额保险 就是around 6700块一个月 邱培栋透露任何保险公司在调涨保费之前 其实都必须获得国家银行批准 他敦促国行介入此事 让消费者了解保单涨价的来龙去脉 确保人民不会被迫承担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 同时点名首相本人 以及财政部和卫生部监督医院 特别是私人医院的保险所长 邱培栋担心如果保费上涨 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客户直接断保 今天你保费你起很贵 断保率就会高 因为打工一出 M40都可能不能够去承受这个负担 因为生活都有问题了 生活费都涨了 车都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会想掉放掉的 会放弃的就是绷这个医药保单 邱培栋言语说鸡蛋涨价 政府官员就要人民少吃鸡蛋 那如今保费涨价 难道是要人民放弃购买保险吗 还是说干脆别生病 如果失去了医药保险保障 民众以后如果生病了 无法负担昂贵医疗费 就必须到政府医院 那到时政府医院是否又有能力 承受这些需求和庞大的医疗开销 又是否能够确保医疗服务素质不受影响 这些都必须关注 他希望国行和卫生部 加大监督我国的医疗消费体系 特别是私人医院的医疗以及服务费 人医疗所能够确保险 我是我邻敌厅的医疗 但是我对你本来不断 以及在你 religious医疗 都必须找到了 而我入了 实力是否对 自此也等待 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